时间到了1912年 La Chimbley 咖啡机世界的巨人 Chimbley成立于1912年的米兰市中心的 Vaya Caminotella 6号的一家同加工的车间 成立之初 只是一个小多方 提供液压工程和管道维修服务 生产咖啡机过路的 它的创立者GCIP Chimbley是一个年轻 但却技艺精湛的工匠 它的名字与GCIP Bezerra相同 这并不是一个巧合 在1905年的一张家庭罩中 就可以看出 它参与了Bezerra咖啡机的设计制造 同时也在它心中 埋下了制作咖啡机的种子 成立公司之后 Chimbley并没有直接遇到 当时正蓬勃发展的咖啡机厂商竞争 而是专注于咖啡机锅炉的制作 以及改进 直到等了接近20年 才正式开始进入咖啡机的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 Chimbley和Bezerra是为二至今 仍由创始人家族拥有的品牌 在1930年代 老Chimbley工厂搬到了Vaya Savona 并生产的第一台咖啡机 名字为Rapida 它的名字 来源于其制作咖啡的速度 造型还是当时的理性主义风格 当时的审美 让几乎每一个咖啡机品牌 都生产了一台这个造型的咖啡机 主要油煤或木材加热 但是很快便来到了二战 在这段期间 Chimbley同样收敛了起来 几乎没有什么创新的咖啡机问世 直到二战结束后 1945年 为了满足米兰越来越多的咖啡店 Chimbley推出了型号为Alpadoro的咖啡机 这台咖啡机拥有两个独立历史锅炉 可提供三到六个冲煮头 大大提高了咖啡制作的速度 并且还配有温杯区 该机器首次将所有冲煮头 都放在咖啡机的前面 使制作咖啡的流程更方便 而不像之前那样两边跑 1947到1950年 随着电力的普及 以及杠杆级的出现 带有油脂的咖啡 征服了一大力的市场 Chimbley也实时推出了自己的拉杆机 Draw-E-Ello Draw-E-Ello无疑是成功的 可虽然杠杆技术很优越 但是这种结构既费力又危险 出于这个原因 Chimbley在1955年推出了Granlose型号 这是第一台配备液压系统的咖啡机 克服了杠杆结构的重重问题 减少了咖啡师的工作量 同时又不影响生产咖啡的质量 这项创新技术 也使萃取咖啡的压力 真正到达了九花 同时 Chimbley也凭次 走向了国外的市场 1962年 公司从米兰搬到了比纳斯克 并在同年生产了著名的 皮塔高尔型号咖啡机 这台咖啡机是第一台 也是唯一一台获得 Compassodoro甲的咖啡机 这是意大利工业设计最高国家假象 使其成为所有咖啡机中的一支独秀 在60年代末期 Chimbley开始尝试 全自动咖啡机的制造 并推出了Superbar型号 这台咖啡机 是专为商用而设计的 即使是经验不足的咖啡师 也可以制作出一杯标准的咖啡 Chimbley不仅热衷创新 每每推出咖啡机的同时 都伴随着新的技术 Chimbley的M系列的电动咖啡机 更新的不仅有更精细的技术 还有更美观的外形 此外 对于全自动咖啡机的探索 也一直没有停下脚步 都Cebitel系列的全自动咖啡机 一直在不断地改进 20世纪90年代中起 一路高歌猛进的Chimbley 收购了他的竞争对手FEMA 随后成立了Chimbley集团 目前旗下包括了La Chimbley FEMA Causadio和Hamerson品牌 2012年 为庆祝Chimbley成立100周年 当时的负责人Gruple Chimbley 开设了Mumat 这是第一个 专门为浓缩咖啡机开设的博物馆 其内藏由Meltony和Gruple Chimbley 收藏了200件作品 并展出了100台咖啡机 这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专业浓缩咖啡机展览 Mumat和人也是Mumat学院 可以提供咖啡的教育和培训 以及有关咖啡风味评估 和感官训练课程 几乎向所有咖啡爱好者开放 Chimbley集团总裁Maurizio Chimbley解释道 Mumat是咖啡文化传播背后的推动力 它体现了现代性 活力 热情 以及始终激励我们 实现日益雄心勃勃的目标和愿望 我们不仅拥有 制作咖啡机的热情和才华 还致力于设计先进的解决方案 以确保咖啡的最高质量 Chimbley公司或者应该说集团 属于专业浓缩咖啡机行业 金字塔兼部的存在 在制作咖啡机的同时 也不忘对咖啡文化的传播 成为了全球咖啡文化的大事 这并不是巧合 而是其对品质的追求 以及对咖啡的热爱 紧随其后的便是圣马可 Lars and Marco 拉甘皇帝 圣马可同样是一个 拥有百年历史的咖啡机品牌 于1920年创立 百年来 凭借着技术的创新 和优秀的品质 而成为咖啡机行业中 前沿品牌 目前 圣马可咖啡机 独自便占据了 意大利咖啡机市场的25% 并且还有60%的机器 出口到全世界 凭借着坚固 耐用 精确的特点 而闻名世界 1920年代初期 圣马可创立着 G1 Basciata和Francesco Romanet开始在屋地内 生产咖啡机 这款咖啡机 和当时其他厂商 生产咖啡机如注意者 顶端的标志 是一只长有双翅的狮子 这是威尼斯式的象征 该机型的装饰 更加有个性 且加热系统 允许使用电和燃气 1935年 圣马可推出了 900型号历史咖啡机 同样是迎合 当时社会的审美 这种造型在意大利 也被叫做 理性主义风格 之所以被称为 拉杆皇帝 是因为该品牌 在1945年 生产了一款拉杆机 这款咖啡机的拉杆 在传统拉杆机的基础上 增加了其新开发的 拉杆防震技术 Level Class 大大提高了 拉杆的安全性 及稳定性 这款咖啡机 刚开始被叫做 Type50Modi 生产之后主要进行出口 在欧洲国家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因此该机型 还有个别名 Atlantic 也就是大西洋 这款机器的拉杆技术 不仅用在圣马可的拉杆机上 还被其他咖啡机品牌所使用 在各种拉杆机上 我们依旧可以看到 该拉杆技术的应用 因其拉杆技术的文明 圣马可在每次研发新型咖啡机时 都会给拉杆机预留一个位置 1950年 圣马可推出了一款 造型别致的拉杆机 La Labrachida 这款咖啡机 被赠予给当时同名的著名女演员 Gina La Labrachida 这个机型仿佛 有一个小蛮腰一样 因此在众多咖啡机中脱颖而出 如今 这款咖啡机 也是最受收藏家欢迎的型号之一 1980年 圣马可推出了80系列的咖啡机 该机型也成为了圣马可的经典机型 后续的很多咖啡机 都是以此款为基础进行设计和改进的 相较于之前生产的咖啡机 这款要简化很多 因为圣马可需要一款更方便操作 更简单的机器 来满足顾客使用 此外 为了致敬这款机器 圣马可还以该机器为基础 达到出一款收藏版的NEW80咖啡机 分为镀铬 黄铜 以及镀金的版本 极其奢华张扬 尤其是一世的标志 特别吸引人的眼球 1985年和2000年 相继推出85系列和105系列咖啡机 凭借着流畅的线条 和独特的美感 深受欢迎 品质也是一如既往的可靠 坚固性和异为护性 也使其广受好评 2006年 圣马可再齐心研制的100系列咖啡机上加了灯光 为咖啡机的美感再增新的方向 这种新颖的思路 也被添加到后来咖啡机的设计上 比如2017年推出的Leva Luxury 不仅有灯光装饰 其外科还使用了钢化玻璃 这台咖啡机的颜值 一瞬间就吸引了大量咖啡爱好者 这种豪华装饰 也不会对它的名字 包括2018年生产的Leva V6 灯光配合炫酷的机身 使其犹如汽车一般 不仅是咖啡机 更像是一件收藏品 其独特的六头设计 使其可以满足两位咖啡师同时操作 而且将这台酷炫的机器放在店中 也是一件独特的装饰品 圣马可之所以能占领这么大的 咖啡机市场份额 凭借的不仅仅是这些独特的装饰 还有其如既往的品质 业界对于圣马可咖啡机的评价 除了帅气的外表 永远离不开兼顾 可靠等赞扬赐予 时间终于来到1927年 在这一年 咖啡机界的传奇 Lama Zoco终于诞生 作为一个起步稍晚的咖啡机品牌 Lama Zoco能从默默无闻发展到 咖啡机行业的标杆 也有着曲折的历史 不同于之前咖啡机品牌 Lama Zoco诞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 而不是米兰 最初 Lama Zoco的创始人Gisapi Bambi只是一位铜匠 他继承了父亲和祖父的职业 为铁路公司设计和生产火车头灯 而他之所以会进军到咖啡机的行业 还要多亏一位商人 Galati Galati看到了意大利咖啡文化兴起 所带来的商机 于是找到了Gisapi 希望可以为他制造出12台咖啡机 销售给佛罗伦萨当地的咖啡馆 于是Gisapi设计并制作出了 他的第一台义式咖啡机 并为其命名为Fioranza 就是佛罗伦萨 但可惜的是 Galati并没有成功地卖出这些咖啡机 失落之余 Gisapi遇到了又一位贵人 Bruno Bambi 一位销售人才 Bruno不仅卖出了咖啡机 而且使得Gisapi相信 两兄弟成立了一间 名为Alphison Free Telling Bambi的公司 搬一过来就是Bambi兄弟工作室 而这就是La Marzocco的前身 之所以会叫La Marzocco这个名字 也与他的诞生地佛罗伦萨有关 Marzocco这个名字 最初由一位佛罗伦萨 所崇拜的罗马战士Mars的名字演变而来 象征着胜利和征服 随着基督教的传播 这座城市的标志 由战神变成了狮子 但是保留了Marzocco的名字 在那个年代 咖啡机并不好卖 可以说每卖出去一台都是一场胜利 于是两兄弟便采用Marzocco 作为公司的标志 而La Marzocco的logo 灵感来源于Donatello 于1418年所塑造的一个雕塑 狮子盘坐 一只爪子扶着装饰 有佛罗伦萨鸳鸳花的盾牌 La Marzocco的成功 不仅得益于优秀的销售 更是凭借其对咖啡机的技术的改进 成立之初 La Marzocco和其他咖啡机厂商一样 主要的精力 都投在了咖啡机造型的改善上面 但是作为一个后来者 La Marzocco根本竞争 不过先一步抢占市场的前辈们 于是两兄弟意识到 要想在众多咖啡机中脱颖而出 他们就需要更加先进的技术 而这几乎也成为了La Marzocco成功的原因 1939年2月25日 GISAPI MB为世界上首台 卧室咖啡机Marus 注册了专利 区别于之前的历史锅炉咖啡机 这台咖啡机将锅炉横放了过来 使为要咖啡机赚全座咖啡 成为了过去式 而且可以安装更多的充主头 但可惜的是 因为二战的原因 金属材料被大量征用 而Marus也没有一台能够流传下来 该专利也因二战失效 La Marzocco也没有这款机器的照片或者样品 仅仅保存了设计蓝图 后来根据蓝图 La Marzocco复原了这台咖啡机的样子 二战对于咖啡机行业的冲击是巨大的 La Marzocco同样被波及 几乎回到原点 但是对于咖啡机的热情 却没有简单半分 由于专利的失效 或是锅炉的设计 几乎被所有咖啡机厂商效果和使用 二战过后 两兄弟在卧室锅炉原有的基础上 优化设计了水 蒸汽和排水系统 并对机型和控制系统进行调整 设计出型号为Eureka的咖啡机 使得La Marzocco又一次 在咖啡机行业中站稳脚跟 1947年 Gaggia设计出了更高压力 萃取咖啡的技术 杠杆是咖啡机 带由Cram的意识浓缩 成为了意大利咖啡圈的新宠 La Marzocco也相继推出了几款杠杆机 拉杆机统治了咖啡机行业近十年 直到电动泵的出现 才打破了这个局面 在这些年间 La Marzocco除了在1964年生产的 Poker咖啡机取得了不错成绩之外 发展的不温不火 直到1970年 伴随着GS系列咖啡机的推出 La Marzocco迎来了事业的顶峰 GS系列被公认为是革命性的产品 因为它采取了两个独立的锅炉 也就是双锅炉 一个萃取咖啡 一个提供蒸汽和热水 这项设计也广泛地应用到 现在的咖啡机上 GS全称是Grupo Ceduro 以为宝盒是冲煮头 冲煮头直接连接锅炉 使整个萃取过程水温更加稳定 而稳定性是咖啡机行业一直所追求的 GS系列已经推出 意大利本土和海外市场 都引起了空前的反响 La Marzocco也对这项基础机器重视 自此以后 La Marzocco的所有咖啡机 都配备上了宝盒式冲煮头 以及双锅炉系统 所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 又推出了许多新机型 包括GSR Linear和FB70 1978年 一位美国企业家Kentback 来到意大利寻找合作伙伴 在佛罗伦萨 他碰到了Gisabi Bambi 和他的儿子Piro Bambi 在接触过程中 很快就被父子俩 对咖啡机的热情所打动 并签署了合作协议 由此 La Marzocco的咖啡机 开始消亡美国 而在这期间 现如今规模最大的 连锁咖啡店 星巴克诞生了 而星巴克的崛起 也与La Marzocco有着关系 星巴克最初只是一家烘豆公司 使其项咖啡店 转型的诱因之一 便是La Marzocco的GS咖啡机 到了1990年代 亦是浓缩风靡美国 星巴克也在持续扩张 而La Marzocco在1990年 发布的新机型Linear 尤为适合美国市场 美国人尤为喜欢大杯的 牛奶咖啡 而Linear的强力蒸汽 尤为适合星巴克的需求 两者在美国实现 迅速扩张 但是在1990年代末期 咖啡师培训得不成熟 使正处于急速扩张的星巴克 将目光转向了 全自动咖啡机 但是几乎所有咖啡行业 相关的美国人 喝的第一杯咖啡 都是出品于Linear咖啡机 因此 Linear成为了第三波 精品咖啡浪潮的象征 将完美的咖啡 以及精球精的精神 翻递给了消费者们 2000到2008年 La Marzocco成为世界咖啡师 锦标在WBC的官方 意识咖啡机赞助上 La Marzocco也成为了 咖啡机行业的标杆 2009年 La Marzocco在此 推出开创性技术 可随时调整萃取压力 并推出了Strada系列咖啡机 该机器是La Marzocco 与30位世界顶级咖啡专业人才 耗时两年时间设计而出 这个团队也被称为街头团队 而Strada在意大利语中 也正是街头的意思 这款咖啡机 允许咖啡师在操作时 可以更微妙地控制萃取过程 更能体现咖啡师的记忆 此后 Strada系列配备 更先进的电子控制技术 以及升级配件 2015年 为了满足个人咖啡爱好者 La Marzocco为其量身定制出了Linear Mini 这款咖啡机在Linear Classic的基础上 缩小了体积 只见了在厨房中 制作出最完美的意识浓缩 2017年 La Marzocco成立90周年之际 备受瞩目的Linear咖啡机首次亮相 在传统的拉杆机上进行感进和创新 拥有前所未有的稳定性 这一款既往开来的机器 La Marzocco之所以能成为咖啡机的顶流 凭借着是其对创新的始至不渝 对技术的精英求精 无论从功能还是材质上来看 都做到了无可挑剔 而如今 一提到优秀的咖啡机 La Marzocco这个词 总是第一个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 同样是1927年 咖啡机行业的另一经典 La Marzocco童年诞生 其实La Marzocco的诞生 应该是在前一年 该品牌的创始人Roberto La Marzocco出生于1896年 从小在米兰市郊区的一个小镇 度过了童年 享受着安逸平静的生活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6年 La Marzocco参军作战 但是仅仅两个月后 便受伤退伍了 随着战争结束 意大利在战后迎来了繁荣期 1926年结束了再多个机械车间 当学徒之后 Roberto在Vaya Bilicic BA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而这就是Alfacina Vansilio 也是如今Vansilio的前身 Roberto相信 咖啡很快会风靡意大利 于是他的工作室 开始转向咖啡机的设计生产 之所以将成立时间放在1927年 是因为在这一年 Vansilio制造出了 属于他们的第一台咖啡机 La Regina 造型还是和前辈们类似 包括顶部的雄鹰的装饰 而Vansilio经典的双二标志 也是在这时诞生 并一直沿用至今 Alfacina Mechanical Roberto Vansilio 于1930年正式开始运营 四年 Roberto 推出了三种新型号的咖啡机 Altegnoli Grasiosa 和Invictim 在20世纪30年代 他为公司制作了第一张广告海报 强调咖啡时的重要性 并于1938年 首次参与米兰国际博览会 没错 又是二战 二战期间 咖啡机直接停产 但是为了维持工作室运转 Roberto将业务转向了生产洗床 冲压机和悬压机 战争结束后 Rensilio恢复生产 他将军事材料重复利用 并打造出Vispa Hi Geo 咖啡机造型的风格 开始向简约现代的方向发展 1948年 Rensilio自己的第一台 我是锅炉咖啡机IDO面试 这是一台巨型咖啡机 搭载22升锅炉 以及三个冲煮头 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关注 四年 推出第一台杠杆的Fortuna 1954年 为纪念从作坊向现代公司的转变 公司更名为 La Rensilio di Roberto Rensilio 并且参与扩展咖啡机出口业务 从附近的瑞典 扩展到法国 英国 西班牙 葡萄牙 奥地利和荷兰 1956年 Rensilio的创始人 La Rensilio于家中去世 享年59岁 而公司的管理权 交到了他的三个儿子手里 Francesco Antonio Romano在三兄弟手中 Rensilio专攻国际市场 不仅出售咖啡机 还制作销售磨豆机 供水系统 以及电动泵 而后三兄弟之一的Francesco 于1968年 在法国遭遇车祸不幸身亡 公司搭权落到了 仅剩的两兄弟身上 而雪上加霜的是 这一年 意大利遭受了经济危机 所幸公司所受的影响不大 1970年 咖啡机产量高达2460台 挺过了这个阶段 1971年 Z8型号咖啡机问世 这台咖啡机由Marco Zinusso所设计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直生产到了1980年 继Z8取得成功后 1980年 Marco Zinusso再次设计了Z9 两款咖啡机畅销于美国 澳大利亚的国家 Z系列咖啡机 一直生产到Z11 但是后续的设计者 不再是Marco Zinusso了 1989年 Rensilio收购了 ProMap Italia SRL 在磨豆机发展上面 迈出长毒的一步 1996年 这家公司开始 由创始人的孙辈接手 并于次年 推出了Rensilio的 右翼经典制作 Rensilio Silvia 这是一款小型家用机 原本是专为国内市场而制造 但是在北美却大受欢迎 取得了斐然的成绩 2000年 由Claudio Bettini设计的 Class10征服了国际市场 而后在2004年 基于这款型号 由MM Design设计 并推出了Class8 以及Class6 2008年 Rensilio成为了 瑞士咖啡机制造上 Agro Coffee System的大股东 2013年 在Class10的基础上 Marco Honeto设计出 Class11型号咖啡机 这款机器不仅获得了 2014年卓越设计金奖 还于2015年 获得产品设计类红点奖 并成传统 2018年 推出了Rensilio Silvia的升级款 Silvia Black 以及2020年 推出Silvia Pro 在家用咖啡机的市场 备受欢迎 如今 Rensilio在全球 有超过115个国家生产咖啡机 虽然于2013年 被意大利阿利集团收购 但是77下 仍有4个品牌 在国际舞台 Rensilio仍是一个 极具竞争力的咖啡机品牌